最大的要是 终于有机会回到成都了 成都话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The Night ShakeCoin Shaking 这次就是很开心 这次很高兴 能够回到我们成都 来后来 一次Sushi Life's 观唱 收到那个Laura Tiana 平台的邀请的要求 非常开心能够回来 也希望说 能跟家人朋友们都解 能够回到成都来这么开心 是 这次回到成都 有去吃什么好吃的吗 因为其实我昨天晚上落地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所以昨天没有吃 但是有计划 今天活动结束的话 会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吃 穿菜 然后顺便带我的工作团队们 去吃一下地道的穿菜 就是对鞋子的穿搭上 您是觉得舒适性重要 还是外观性更重要 你自己觉得 嗯 我觉得理性的话 我会想要舒适 但是其实 我觉得外观和舒适 一样重要吧 就两个都可以要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呢 是 分享一下这个 Laura Piana的一些 穿搭上技巧吧 其实就像这个品牌一样 它是传承经典 低调奢华的一个理念 所以呢 它的鞋子在注重做工上面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舒适度 我们平时的话 一会想要走那种浪漫风情 像我今天穿的这一套的话 其实它就是很很春天的感觉 那搭配上这一双 Laura Piana的 Summer Charms Walk 的一个系列的白底鞋 就会很搭 然后很舒适 嗯 是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梅皮老师有一个想问 你知道吗 大点声 我听不清 最近解锁了演员的训练 然后解锁了 你现在有适应在组组 其实还是在努力的适应当中吧 因为剧组拍戏的话 跟节目还是不太一样 这算是我进的第一个剧组 然后搭档的都是非常非常 值得尊敬的前辈们 所以的话还是挺紧张的 我进组了一个星期左右吧 还没有说完全适应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就是这个 亲爱的小孩子 就是带娃春 这些期间有做什么新领域 或者是什么新领域 哦 带娃春体验 带娃春体验 其实有去问一下那种 跟小孩子相处比较有经验的 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亲戚 他们就说就 relax 然后还有再坚持过音乐唱过 哦 有没有囤过 那我就说吧 就是最近的话 我应该会有一首新歌跟大家见面 嗯 这首歌就是一直在做准备 本来是上一周就可以跟大家见面的 但是因为就是嗯 其他的原因可能要挪到 下一次合适的时间 但是会希望尽快的发出来 然后让喜欢我音乐的人也看见 我在音乐上面的喜欢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分享一下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安排 嗯 接下来的话其实我还是以在剧组认真 开始去拍戏去学习为主 但是嗯 我不知道可不跟你说 我们团队的新的 嗯 作品也要出来了 然后我自己心里也要出来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嗯 工作 其实是满忙满压力大的一个一个阶段 但是还是努力吧就是 反正我会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做好 每一份我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希望喜欢我的人就不要辜负他们 然后请大家继续期待吧 谢谢嗯 好行OK好谢谢谢谢 全场结束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